土城司法园区开发案15日举办说明会 立法院司法法治委员会召集委员汤慧珍 立法委员吴奇明法务部长蔡清祥 新北市副民署长龚雅文出席听取各部会进行简报规划 吴奇明说此开发案经费规模171亿元 将把新北立方法院新北地检署土城看守所 迁移到临近土城医院的司法园区 增进土城地区的都市规划效益 我们已经115年整个交地配地的完成 我们整个不管地方法院地检署 还有我们的看守所女主看守所 就能如期的来动工 那相信我们在不久以后 我们整个看守所的千里 那未来我们看守所这个地方 又可以打造一个像大安森林公园 那我们在司法园区 现在也推动了一个7.8公顷的森林儿童主题公园 那都是已经拍板定案了 地政部表示本次司法园区 全区将设置13座制洪池 以此打造湖面景观公园 提供民众广阔的休憩场域 法务部长蔡清祥则说 本次第二度来参加司法园区开发案座谈会 他提起多年前新北地检署还是板桥地检署 当时除了司法办公厅社以外 作造都是空地 未来司法庭设签移以后 原址可配合地方发展做更有效的利用 那一阵好像有看守所 和这个地检署和欢迎来的 旁边都空地 现在今天我电台 说实在都是我们的在地委员的空路 那今天 我只有机会再度回到这里 来看看未来我们的规划 新北市副秘书长龚雅文说 此案从民国九十六年开始在中央与地方共产协设签移以后 可以做很好的发展 这是我们大家所期待的 那我们未来也会配合地方的建设 不但我们的司法编区 新北市副秘书长龚雅文说 此案从民国九十六年开始 在中央与地方共同合作之下 一百零四年都市计划通过 今年西部计划获得核准 未来在实作的过程当中 也将降低工程影响 兼顾居民们的生活品质 除了新的司法园区的一个整个工程的进行 固圆埋搬线之后怎么样去运用 我想这些都是地方 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事项 那西北市政府这边 我想我们还会秉持的 就是持续不管在区乱征收的各项事务 未来在工程的各项 包括本在交通的一些的维护 或者工程的这个施作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在这个开发过程 在施作的过程 对于我们在地 我们所有的同情 我们的希望 越来越好的过程 可以从全面性的去兼顾 那我想中央跟地方共同攜手 我们一定会让我们的家园更好 全案将正式在113年 第一季度正式动工 预计116年验收移交 吴奇名强调 未来在这司法园区内 将坐落新北市第一座森林主题公园 为居民提供一个修气运动的理想场所 期许为土城打造一座绿意盎然 移居于有的生活环境 记者里根基新北采用报导